哈喽,大家好,麦田来了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这款郁金箱的勾制方法 这个郁金箱呢,是用四股线勾的 然后我们花瓣是加了铁丝的 小花瓣三个,大花瓣也是三个 然后中间呢,弄的有一个花心 咱们现在来学习一下编制方法 我们首先来学习小花瓣 我们小花瓣起针,起11个编子针 勾针绕线,好,再绕线勾出来 这里不算做是一针,我们开始正式的去起针 勾针绕线,勾出来 一,二,三,一共起11个 11个编子针完成以后 我们倒回到第二个针目里面 第一个针目不勾,倒回到第二个针目里面 挑起来一根线,然后我们勾出来 绕线,推两个线圈 这里是第一个短针 倒回到第二个针目里面 开始我们勾九个短针 在第一针位置做记好 两个短针 三 九个短针完成,剩余最后一个针目 最后一个针目里面勾三个短针 一个短针,穿入到同一个针目 两个 三个,完成以后我们回来 我们现在要勾回来 勾回来在刚才对面短针入针的位置 去入针 每一个针目都勾在刚才对面的针目里面 勾八个短针 两个 勾的同时这个线头一定要藏进去 藏了几针以后我们就可以不用藏了 等到后面把它剪掉 八个短针完成 在最后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短针加针就是在同一个针目里面勾两个短针 完成以后我们把记号扣取下来 勾针,穿入到第一针 就是记号扣标记的位置 做引拔连接 好,完成以后我们开始勾第二圈 先立一个辫子针 第二圈我们先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在刚才引拔针的位置穿进去 短针加针 就是在同一个针目里面勾两个短针 好,在第一针位置做记号 接着我们下一个针目勾一个中长针 接着四个长针 四个长针完成以后,我们接着勾两个中长针 接着两个短针 接着两个短针 一个短针 两个短针 好,最后一个针目里面 好,最后一个针目里面 我们勾三个短针 勾了一针了 在同一个针目里面再去勾两个 也就是在花瓣顶部这个位置 是勾了三个 好,接着我们勾对面的 对面的我们就是勾两个短针 两个短针 两个中长针 接着四个长针 四个长针完成以后,我们勾一个中长针 接着最后两个针目,一个短针 好,最后一个针目 一个短针的加针 我们这一圈完成以后呢 最后这两针 一针是上一圈的引拔针 一针是起立针 是不勾的 然后我们把记号扣取下来 穿入进去 做引拔连接 现在我们开始勾第三圈 第三圈先立一个辫子针 第三圈立完一个辫子针以后 我们第一个针目里面 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接着一个短针 七个中长针 七个中长针完成以后 两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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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针目做引拔勾出来 左线圈从右线圈拉出来 好,引拔完成以后 我们再勾对面的针目 一个短针的加针 接着两个短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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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个中长针 七个中长针 七个中长针完成 我们勾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 好,和第一针位置做引拔连接 第三圈完成以后 我们第四圈需要加入铁丝 拿出来定型条 立一个辫子针 第四圈我们勾一圈 短针不加不减 好,第一针位置穿入 定型条放在勾针上方 勾出来 一个短针 这样不加不减 勾完这一圈短针 最后一个短针完成 我们和第一针位置 做引拔连接 好,断线 断线以后 我们把线头拉出来 拉出来以后 调整一下花瓣的一个形状 然后把多余的线头剪掉 然后把线在这个铁丝上面 去缠绕一下 缠绕几圈以后呢 放在铁丝中间 去扭紧就可以了 还好 穿上针 就会说 起扭紧